各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进入到春天了啊 孩子们也开始了新的学期 对于很多孩子们最痛苦的事就是啊 哎呀正常上学之外 我还得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 周六周日也得不到休息 然而没办法啊 现在整个社会潮流就是这样 人家都补你不补 你有可能学习就会被拉下来 而对于很多家长来讲 过去一两年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 有的时候我们花了大价钱 给孩子报了各种各样的班 然而有很多培训班 人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的说疫情影响我办不下去了 有的说我招不上升来 我这个经济无以为细 于是过去一两年 有大量的线下培训班倒闭 这真是要人命啊 一方面你想 哪个培训班都不便宜啊 现在上一课动辄一二百块钱啊 经常一次性交一年两年的学费 结果人家培训班倒了 校长老师跑了 人都找不到了 你这个钱全白冷 另一方面 我本来在你这个学校 已经学了一段时间了 我这个学习是有延续性的 你现在学校倒闭了 老师找不到 我接下来的学习怎么办啊 我不单是损失了金钱 我更损失了孩子 宝贵的学习时光啊 所以这一两年以来 众多家长声讨的 就是培训班跑路 说实话 这还跟普通的什么 美容美发行业 健身行业跑路不一样 因为那些行业嘛 你可以少去健身几天 你可以换个地方捡头 可是学校跑路 这真的是伤害最大的 那么怎么办 最近国务院办公厅下边 要规范校外培训行业了 而且我们细读这个政策 给大家提出两点警醒 第一 你要去找这个培训班 一定要找这个正规的 现在有很多不正规的培训学校 或者说人家连学校都不算 因为教委没有给他们发过证 他们顶多在工商注册了一个 所谓的教育培训咨询服务公司 根本不是学校 你要找培训班 一定插亮双眼 看看学校有没有自治 同时要看看老师有没有自治 有自治的学校 老师一般都会把自治主动的刮出来的 有很多那些黑作坊 他根本那个老师 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有 像这样的三无机构 最好我们还是不要去找 第二 这是这次文件中特别提醒的 任何教育培训机构 根据国家的要求 你不可以收超过三个月的学费 什么意思 打击预付费行业 最重要的就是 不能让商家多收钱 今天你给孩子报个美术班 报个英语班 报个什么乐高课 一般而言 人家都会跟你讲 我们可能比如说一节课200块钱 一年的50节课 全年可能学费1万 但是我们一般是一年一年收的 一年收打九折九千 你要愿意一下交两年三年 我还给你打个八折 打个八五折 你交的钱越多 我给你打的折扣越大 而且那个咨询人员还跟你商量 说你看 咱这个学习是很延续性的 你不可能说上三个月你就走道了 你一定是要学就得学一两年之久才行的 所以那既然迟早都得交钱 你现在一次性交一年还有优惠 为什么不交呢 因此大部分的学校几乎没有就收三个月学费的 很多家长也都习以为常了 但是这就是问题所在啊 很多学校可能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实力 搞这么多班机 铺这么大的摊子 人家之所以敢搞这么大 就是算好了 我学校一开张 我收来家长大把的钱 我拿别人的钱发展自己的生意 结果一旦你的生意发展的不好 资金链很容易断裂 如果只搞一两个班 可能这个学校会活得不错 一下子搞十个班 一年就崩盘了 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家长 国务院办公厅这次又说啊 这个政策我们以往就有了 很多人不知道 你到任何学校去上课啊 它是不可以收你超过三个月学费的 如果它收了你超过三个月学费 你可以向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去举报 政府是要惩戒它的 咱们这么讲吧 我们需要把这个钱规则扭转过来 如果全国所有的校外培训学校收钱 最多只能收三个月 那么当然会良币驱逐劣币了 那么当然是有实力的学校 好的学校才能活下来 那些差的学校准备拿你的钱 自己搞生意的学校就会倒闭下去啊 而且就收三个月钱啊 即便这个学校有问题跑路 我们的损失也会大大减少啊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